在2月25日ONE 格斗业期中 39岁老将贾马尔比尤苏波夫 Jamao Yusupov将挑战羽量级泰拳 世界冠军达腕猜比PK比善猜 台湾猜PK 三猜 希望能拿到梦寐以求的世界冠军金腰带 尤苏波夫对于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寄予已久 但因为各种意外 他已在措施了走上赛场争夺冠军的机会 如今他相信时机已经成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在朝着世界冠军的目标前进 我一直期待着打响冠军争夺战 现在我终于要走上赛场了 虽然我之前错过了夺冠的机会 但我并不担心 我知道自己具备头号挑战者的实力 除了我之外 这个级别没有人能夺走金腰带 这场比赛是我前进的关键一步 拿到冠军是我的责任 尤苏波夫的重拳是羽量级最恐怖的大杀器 他曾在2019年 One龙腾岁月中以重拳KO了泰国 传奇人物亚桑克莱 Yottsin Clevertex 震惊了全世界 之后 尤苏波夫又用重拳接连击败了 AK47萨米比萨娜 安娜和乔比纳塔伍特 Joe Natwat 两位羽量级名将 三场含金量十足的胜利 让尤苏波夫来到世界冠军面前 我非常认真为这场比赛进行了训练 这次的备战非常成功 我在 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准备好了 我已经100%投入了这场比赛 达万猜在2022年十分活跃 他用三场连胜成为年度最佳泰拳手 1月14日 One重拳出击 达万猜凭借重拳 2分55秒KO除量级泰拳榜单 排名第一 萨玛佩奇 Sima Patch 此后升级到与量级作战的达万猜 第二回合1分42秒KO丹麦 追梦人尼古拉斯比拉尔森 Niklas Larsen 在One 161中 达万猜用灵活的阵灯 和组合拳击败前与量级泰拳世界冠军 彼得莫拉克 Patch Markup Patch Indy成为新王 由苏波夫给了达万猜高度的评价 但他对自己获胜充满信心 达万猜是一个年轻强壮的对手 我承认他的脚步移动很快 他的踢机功夫非常出色 但我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 就